來, 做完了, 下班了, 太好了 這是甚麼 馬上出一條美妝排行榜片 節目永遠都是這個時候 為何要先下班下班 阿爹, 我不行了 Costle BFF, 等我來幫你 陳瑩, 美女 為何你不穿那麼好 是靈死角的, 真是靈死角的 Ginny, 你在這就好了 可以幫我們一齊想想嗎 我先去玩成功 好了, 我不玩 我們二月的主題是 新年化一個漂亮的唇妝 我們先去想一個主題 如果是新年的話, 應該要有質感 以水為材 我們的質感應該是濕潤 濕潤為主 還有新年, 新年最紅色當然要紅色 我們的主題就是 新年濕潤紅唇 大紅大紫 我們就選擇TOP5的唇膏 我覺得這個最適合主題 因為有濕, 有紅, 有黃桃花 因為粉粉, 有夠鹹 這個很漂亮 這個多, 還有金粉 這個也不錯 很好 水, 水 水 以水為菜 我們試了這麼多顏色 就選哪五個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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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那我們現在快點去拍吧 好,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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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這間房間 看到嗎? Ginny, 其實綠幕之前是不可以穿綠色衣服的 要不然你會變透明的 大家都知道這個 寫手 穿蛋 嘩 嘩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Cosmo美妝排行榜 現在請P和Sheila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嘩,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Cosmo的美妝排行榜 我是今天的主持, 陳瑩 Cosmo美妝排行榜 我是今天的客席主持, 陳瑩 Cosmo美妝排行榜 是由美容編輯 她第一次說到星期Top5的美容妻 現在就交給P和Sheila介紹一下她們的推介 第五位是Revlon的毛面唇膏 雖然她是毛面質地 但她的水用度很高 不怕有唇紋 來到今期美妝排行榜第一位 就是YSL唇膏 今季唇長以乾淨感為主 挑選粉色系的唇膏就適合了 YSL唇膏就有黑色, 心形唇心 我也忍不住想買一支 今個星期的美妝排行榜 就來到尾聲了 多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晚上 拜拜 拜拜 OK Good take, 下班 來的時候就沒有想過 原來你們是做這麼多東西的 我Imagination的寫廠 是辦公室工作 9至5都是在桌上 就是可能對著新的產品試一試 寫你自己的意見 還有可能做個5-star rating 1至5這樣 過了今天之後 原來你們又要上鏡子 又要對稿 又要自己寫自己說些什麼 之後 除了我剛剛以為你們做的事 還要上鏡子 還要做我那份 我覺得是佩服的 我記得了 我們要去參加 謝謝你貼士 我們教我們 噗噗噗噗 好吃 我一下子 睡得了